各位观众 你好 我们又到我们西城故事的时间了 沈大哥 这个星期我见到你的衣服是红当当 面色也是红润 但好像腰还差一点 你什么事? 你穿红衣服 辟邪 有病窩 病窩来到有红衣辟邪 因为我就是火旺 火旺你 因为我欠火 不行欠火 所以要穿红衣服 病就一定有病了 今天我们开心找到谭俊熙医生 来跟他聊天 当我改了六十岁之后 最想认识的朋友 第一 就是医生 第二到律师了吗? 第二 又不是律师 我最恨律师 最恨律师就是任局了 律师你去 打吧 有机会的 不是 是拜登安金才打 输了 你咬他吃 是不是? 真正的律师朋友 就跟我说 最好和解 没错 如果那个狗命叫你打 你就小心 除非他真的很出名 他大藏很有把握 因为官司的事很难说 就是好像最近导演搞那宗道具 那个官司 就是那个是道具人子案那宗事 对 上到去上诉了 那个法官都不是立刻判 好像今天判了 今天判了 是 导演就不在香港 他说你们多找些东西去撑啊 道具全 那不是立刻那个官可以跟你说判你的 那就是说呢 大藏虽然说有把握 不一定 还有呢 香港的律师费 你也知道 贵过医生费 贵过医生费 那你怎么跟人打呢 举例 贝君琦先生 你知道啦 就是 香港足球副主席 那跟明报打官司 他说明报诽谤 他说他的远足球队 不知道公民足球队 都是打假球 那其实要我认识贵的人呢 他真的不会做这些事情的 好啦 那可能下面的球员不做 他都不知道啊 那他谷气 说他诽谤 我告明报要他赔偿 赢了啦 赢了呢 明报不分析 找个大藏去上诉 上诉呢 阿贝输了 嗯 要赔一千万 接着有没有打到中审庭啊 他们不知道啊 哇 我说大哥 你想想啦 一千万 那所以 不要动下呢 就是打官司 嗯 我告诉你 打人比较好 OK 打人便宜点 几万元 打官司呢 你不预计几百万呢 你都不要碰 有些不是一堂过到嘛 几堂你就运了 对不对 又转 找你们 转去那个大藏 大藏 我不是记得找多个 那再找个资深大律师 再找一个资深大律师 come from Brick Britain 那你就死了 那两个资深大律师 带两对人 试过啦 伯母打官司 小甜甜 你花了多少钱啊 对不对 不要担心 所以我不太想认识律师 律师就跟你有个中谷了 但刚才谭医生 也好像跟你有个中谷 你介绍一下那个中谷啊 谭医生就是腎病的专家 是 那你知道了 现在香港很多人腎病 一有腎病呢 我刚刚和谭医生喝咖啡 他有三个字 我给他做下去 闭家伙 一洗肃就闭家伙 麻烦点啊 你看啊 杜先生 杜卫东先生 杜如峰的爸爸 那时候每晚九点 要回家洗肃 吃吃一下就回去 结果又是不行了 现在雪茄里在苏州 一个礼拜洗三日 不可以和他们见面了 我有个朋友叫廖广华 做新武俠雜誌的老板 又是腎病 今天谭医生 我想问你 要看腎病有没有很容易 病得严重的时候 臉都黑了 臉都黑了 对啊 腎瘡到这样的时候 其实有些人外观上会看到的 通常面色会比较黑 那些就是尿毒 尿毒 黑得很厉害 会的 不过最惨的就是 腎病很多时候 前期初期 甚至中期 是完全没有症状的 这个就是 好像癌症 我不知道 是啊 其实现在很多病 腎病是 有些癌症也是 前期中期 完全没有症状 知道已经是末期了 可以 很多时候都会的 除非你是 比如说一路跟进 比如说糖尿病 陆续看着那些 那些就会知道 但有时候有些年轻的 他可以没有任何先兆 无端端突然间 接着一查就发觉 已经要洗肾都有 我上一两个礼拜 就和一个教医疗社会学的 讲师谈闲解 他讲了一个现象 今天都可以请教一下 现象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有一帮人 年轻力壮 就是他们不会是 固定地去做体检 接着觉得自己身体 没什么事 最多偶然累 但一出事 就好像你的说法 就已经去到末期了 反而现在有一个新的趋势 有帮相对 好像身体弱一些 接着又怕死 然后甚至本身可能已经是三高的了 那帮三高病人 就因为长期跟着我们的公共医疗体系 又或者是在私人医疗体系里看着 反而他们去到最大获的病 就未必是这么快到了 或者其实之前就已经可以按到了 然后这个现象 他们在社会学说 是什么呢 我们延迟了人的性命 但同时间 社会扔钱扔得下去 劲了 但这个就反映不到 在今次的施政报告上 我们有一堆其实这样的长期病患者 又或者是可能因就着他 早来进入了医疗体 大家看着的 其实在那里洗钱下去 根本是不知道怎么样搞的 最惨的就是这些 特别前期的那些 其实全世界所有医疗 都是鼓吹预防 你不要等到最后那一刻才医疗 但是预防就是 你不是立竿见影 不是立即给了钱就见效 所以很多时候可能 譬如说 政客就未必愿意 扔钱在这些位置 立即未必有掌声 你放进去预防的东西 你不会立即见效 你可能预防十年八载之后的事 所以通常政客就不太喜欢做这些事情 明白 昨天林郑女士施政报告 10月10日施政报告 有一位言其身说的话 我听到都很感触的 不是硬意了 不是感触 他说你知不知道呢 特首 有人不知照什么 要等成二十八个月 是啊 公公医院看又是 那二十八个月 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他说黑不容换 你告诉我 要花五千亿去做一个人工资料 我想问 对我们现在的香港居民 有没有实在的好处呢 那我回答你为议员好不好 好好好 如果你作为一个特别的民间特首 我可以告诉你 木贼是对他们完全没有利益的 没有好处的 没有好处 就不是为你们现在的香港人着想 但是我现在在交税的 你明明一样东西 林郑女士 人都是现实的 赚钱也是现实的 看病也是现实的 你现在病我医 我就一定支持你 你告诉我 现在我填过20年后的香港人 那些20年后 有些还没出生 有些现在是BB 说真的 就是你不要骂我 关我什么事 这个他说 说出所有 大部分香港人的心识 我现在病感 我看医生 你告诉我 为了我的下一代20年 关我什么事 那你就是轻草 倒置 那大哥人家可以批评你 这个说法是什么呢 你就是眼光短视 我告诉你 我是一个非常短视的人 我只是知道 现在这个人 躺下了 我立刻要 跟他做 去救他 就不是说20年后 我们有些设备 你就不会了 我认为 解决了目前事 未来当然要插 但不是我估计 未来不估 现在 两样都要坚固 两样都要坚固 一定要插一插 九十九正理 好 刚才你说28个月 不是我说 那个人说 我知道 不过 其实 原来 很多是不止要排28个月的 我不止 其实我之前做十几年政府医院 有些检查 你说28个月 叫做很快的了 很快 两年多已经是快处理的了 我们以前安排的检查 比如说 照骨疏松那些 排五六年 所以28个月 听了之后 医生说就不会错了 28个月 那个议员都过得很久了 沈大哥听了 说了很久了 他纽证我 就多谢他 他以为 我觉得 他们 不用28个月 两个月 纽证 大哥 你不要纽证我 你纽证我 我听到我又怕 我们的观众都怕 五六年 可能他人走了 大哥 他人死了 病人 不过会不会 长期要等的 不是那么严重的 断症 所以就可以这样 通常都是这样 都是的 真的 有些急的 都真的立刻可以做 谭医生 我们的病人 跟我说 他说 你久一点才来 就是告诉你 你不是那么严重 立刻不是一件好事 都时间到了 所以立刻做 我的外子 他立刻叫你 其实不好 很多病人 有经验的病人 他凌医生 你几个月又来 会稳固 你明天来 谭不谭真 就是你是严重了 你明白 还有你住院 有规律 几时探病 几时探病 他让你长期看着 你的病人 就是说这个病人很危险 你明白吗 不是一件好事 他不说 你应该understood 好像Wendy姐 他都不赶你走 他不赶你走 人家探病 时间过了 就是说 这个病是很危险的 就是潜在池 就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所以 又好 你迟些牌 你又不要心急 你又不是抢钱 不过 牌得太久 始终你的病症 会变恶化的 都是有问题 我觉得其实真的需要想一想解决 问题是医生不够 护士不够 最主要是好的医生走了 你补充医生很劲力 但他没有经验 一遇到大病 他不知道怎么处理 必人生必经压 就算谭医生 你刚刚出道的时候 做十乘医生的时候 你会害怕 很多事情 其实我们要投很多福利 有些人说 为什么医生不够呢 就是有人归咎医学会的老爷 保护主义 他们说我不明白 不准英联帮医生来 不准外国医生来 大陆来都不行 考试也很难考得到 因为他要保护本地医生 其实你看看本地医生 都几抗拒 你看到 好像之前的报道 都几抗拒外来输入的医生 这个其实我有同感 但是我们自己在行内 就会知道 我们通常抗拒是某些部分 某些地方来医生 因为有些 比如说 有些英国受訓的 其实他来到 跟我们沟通绝对没问题 经验上交流上 英联邦医生 英国以前是用的 以前可以来的 现在不能来的 有些不够水准的来是有问题的 英联邦的 我想没问题的吧 英国我们又沟通得到 可能大家互相一起做 可能还有将医术提高 大家互相来切磋 为什么不让英联邦医生来呢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 如果你说很多国家的医生 受訓的水平 其实我们交流过行内 就知道其实都没什么问题 英联邦很多都可以的 但是英联邦那些 其实我也有不少同事 在英国读院回来 但是数目其实是少的 如果你说真的要解决医生 公立医院人生的问题 很大机会就可能要在内地 开闸 不过这个就是很多医生 不是很主张的地方 我明白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 就是因为大部分 不是全部 大部分的人 对国家的水平 是有些少保留 还有可以说 坦白一点 中联办听到 他不相信 是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就要自己的国家去反省呢 为什么人家会对你这样 英国英联邦来 你就不会有这样的顾虑呢 其实是值得 国家的有关部门 检讨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经常觉得 只要你做得好 我们不会抗拒的 你做到 令到我们没有信心 我当然会抗拒 是不是 那为什么会做到 别人没有信心呢 那是不是香港人 坏呢 反对你呢 那是不是自己 都有个问题呢 我经常说了 一句 苦口婆心话 说了几下年 我们在这里做了两三年 都经常说 因为我们中国人不反省 不喜欢反省自己不对的地方 总将有什么过失 就推了给你老婆 知道吗 就是给别人 我没错 你没错 那你不思考不反省 就永远是没有进步 只有越来越颓谱 问题就是这里 其实 如果你说内地的医生来 大家同胞 应该拍掌欢迎 为什么不欢迎 他就賴了你 我不是跟你说话 我明白 我绝对明白 原因在哪里 不是怕你们抢饭碗 根本又不够 在哪里又抢饭碗 根本不够人 你怎么抢饭碗 就是你现在救了医生 他还找人来 那就抢饭碗 你都不够 你来帮我 我又不会减薪 对吧 因为我有制度 问题就是这里 所以其实可以解决问题 其实是受压于我们内地 那种制度 那种水平 和人的品質 是很有问题 那你又不怪他们 他们习惯了 你叫他们来香港 他们不习惯了 那些医生都吃烟 我以前香港的医生都吃烟 不是 他吃得很肉酸 是吃得肉酸 而且他没有私隐 你去看病 那医生去看病 隔壁有很多人站在那里去听 你说在国内那里 是的 所以这些东西要改 知道吗 很多问题 你们说得对 但是可以开放给英联邦 帮轻点 你们又不用那么辛苦 我看到护士姐姐 辛苦到不得了 他一个人看九张病床 晚上 怎么看 那个又是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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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又是姑娘 那又是姑娘 你知道很多护士很小 他都不知道怎么办 他就要起身 真的踢了脚 因为我老婆在那里 我有时候晚上陪她一起 我亲眼看到 我又很同情的护士 我知道真的很惨 这个问题长期存在 所以让他应该做 如果不 Impil不准解决 都没有什么 开放 付钱 一定有人来 Eve 是的 幾好都有的 因為外國的Payment 未必有我們香港那麼好 我們的特首Payment 告過President Donald Trump 在票面上就是 票底就不知道 你不要說我們 你不要說我們 我們說這些 這些就是說 我們的Payment不錯 而且我們香港有錢 有錢一定解決到問題 沒有錢是難的 我不明白他為什麼不解決 現在病眼很慘 輪候幾個鐘 要分流的 好了有時候分錯了 你知道嗎 你覺得他沒那麼嚴重 原來他很嚴重 體流人太多 醫生都會體流 護士都會分流分錯的 你不夠人手 是啊真的很慘 這個很重要 好像有些好的醫生 又壞了 自己出來掛牌 還有一個 是不是 沒有辦法的 他在這裡長期 做了一隻狗 不夠精神 一會兒斷錯症 好了 我們這一節 夠鐘一會兒再見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